小木装饰的平板雕刻 在单一方形的饰板之中 背景并无镂空的表现 因此推测是作为小木座的局部装饰 在整个平板的画面中 有一对奔路前后对望 至于背景方面的题材 则是竹林与山水的表现 形成远近景深差异的空间构图 由于路与路的发音相同 所以又有家关静路的吉祥意涵 此外超过千年者未知苍路 又五百年则为百路 在五百年就化为玄路 所以又有长寿康宁的象征 在家竹感之上有竹节 象征生生不息的生气盎然 因此路与竹 又可组成路竹同春的吉祥题材 除此之外 在台湾对于竹和路 因台语的谐音又与得和路相似 于是又直接作为德路的吉祥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